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草腻腻汉堡 今天为大家带来 搞笑脑都美满 新普斯均家第26集 第6集 这天 校长心血来潮 要求同学们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埋进时间胶囊 虽然事实证明 那不过是一口棺材 好吧 这不重要 同学们都纷纷埋进了自认为珍贵的东西 小胖子把他把英勇打劫的一瞬间扔进了盒子 眼睛载扔进去幸运兔角 并扬言没有他 自己也会一直幸运 紧接着就被打脸了 校长注意到了东张西望的小鑫 要他也扔点东西在里面 看着他有些犹豫 就怀疑他根本没有准备要放入时间胶囊的东西 小鑫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随机拿出自己吃的鸡肉的三明治扔了进去 秃头警告 这将是他的遗物 小鑫了然地往里面加点自己的鼻涕 这样就行了吧 埋入时间胶囊坑挖好了 从里面冒出了不明绿色液体 甚至还浮起了一具骷髅 但这并没有打击春天镇人民埋时间胶囊的积极性 他们还是把箱子放了进去 开始欣赏音乐 可惜天空不作美 开始下起了暴雨 新小妹回到了家里 此时电视节目受到了雷雨天气的冲击 信号变得实强实弱 在主持人说正在关机之后 电视彻底黑屏了 就在这时 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新爸正在床上看书 楼下声音引起了新妈的警觉 他希望新爸能去看一下 新爸在楼梯口遇见了小新 不自量结伴前去查看那个不明生物 所谓人吓人吓死人 楼梯闭上挂着的丑八怪 把新爸吓了一跳 小新有些无语 告诉他那只是一面镜子 哦 是吗 我说谁这么帅 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谁也不愿意再上前一步 新爸想让狗狗先行探路 那狗也不傻 咬了他一口就跑走了 接着小新又被他派了出去 小新有样学样 也咬了新爸一口跳在一旁 没办法了 小新被新爸做成诱饵 倒挂在地下室 来引诱那个不明生物 要不说是新爸呢 不轻都做不出这事 小新身上挂着每位小新用的牌子 孤零零吊在那里 新爸向他保证 只要那个生物敢乱来 他就拿扫帚打他 他来了 他喷了喷掉在空中小新 似乎不感兴趣 转身拿走了一瓶啤酒 动我儿子可以 动我酒就是不行 新爸定睛一看 原来是个机器人 小新看着扬起扫帚 却半天不行动的新爸 还不打 咋的 看对眼了 可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小新很快遭到老爸和机器人的混合双打 新爸询问这位不知打哪来的朋友 你是个啥玩意儿 看不出来吗 我叫班德 我是个来自未来的机器人 新爸有些怀疑 那你说我以后会怎么样 机器人不假思索 这谁知道 死了吧 新爸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天哪 他说的是真的 新爸带班德去了酒吧 在这里 班德对新爸说出了自己的苦闷 自己作为一个机器人 时常感觉内心空虚寂寞冷 新爸表示理解 并告诉他 自己可以和他成为朋友 班德很感动 表示自己自未来而来 就是为了预见新爸 两个好朋友又相约一起打保龄球 班德虽然已经在脑中 模拟了完美落球点 然而扔出去的球 并没有按照模拟的轨迹前行 连球瓶的边都没有擦到 班德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伸长了手 强行推到了所有的球瓶 新爸并不指出他的作弊行为 看他做事很有一套 新小妹带着班德见了科学家 科学家也很好奇 这个家伙穿越而来 是为了什么 班德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科学家只要拔下 他的电源又插上 重启了一下他 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杀死新爸 隔壁的新爸听到自己的名字 探出脑袋张望 一进门 就看到好朋友对着自己 亮出了各式武器 新爸有些伤感 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 那些激情岁月了吗 班德听到后收回了所有武器 我下不去手了 新小妹以为 是机器人三大定律限制了他 班德却告诉他 那根本就是人类的异想 之所以收回武器 只是因为他真的把新爸当作朋友了 此时 来自未来的信号从班德屁股发射出来 而班德之所以要杀死新爸 是因为未来遭遇了兔子危机 成千少年的兔子 对着纽约洗劫一空 这么多的兔子 如果来中国 又可以研制新菜式了 由于班德没能杀死新爸 更多未来人穿越了过来 丽拉一过来 就拿枪对准了新爸 班德不杀新爸 也不会允许别人杀他 谁知 子弹还是射了出来 正正地打中了他的脑门 他们放弃了对新爸自杀 新爸亲切地把他们带回了家 很快科学家的研究就有了成果 他们发现 怪物身上不只有新爸的基因 还有一半是新妈的 失垂了 这个怪物 是三个孩子中的一个搞出来的 首先 排出最小的小小星 其次是 好吧 班德的屁股又传来了新闻 怪物变异了 他们变成了小星的模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原来是时间胶囊闹出来的 小星的鼻涕 和眼睛仔的兔角 在那咕噜咕噜的绿色液体中 融合分裂了 只要销毁了时间胶囊 未来就有救了 一群人围在时间胶囊的埋藏地 正准备行动 未来 却传来了消息 不明生物破坏了他们穿越的机器 就这样 所有人都被吸进了未来 只有班德和肖欧星被留了下来 肖欧星吸着奶嘴 有些迷茫地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场地 班德安慰他 便让他坐在自己的身上走了 一起穿越到未来之后 他们很快有了分工 星爸和红毛 一起修理破损的发动机 剩下的就负责祈祷 新小妹很不喜欢 他们对这些生物置之不理的态度 休伯特教授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把他们集中起来 然后投到太空 这是一个好办法 新小妹表示 自己能够把这些累小星生物集中起来 那就行动吧 在未来的人忙着拯救世界 在现在班德带着小小星来到了赛马场 班德记得 有匹马死了 兴致勃勃吓得住 谁知本该死了的马 却跑在了最前面 班德恼羞成怒 射出激光杀死了马 现在我可算知道 为什么这匹马死了 新小妹和小星站在直升机上 俯视着地上的小鬼们 听着 麦迪逊立方公园里 全是黄油手指酒吧 而且那里的手指 都是活生生人类的手指哦 又或者是第一步 接下来 新小妹缺起萨格斯来驱赶那些小鬼们 他们果然不能忍受 乖乖进入了陷阱 小鬼们全部被装进了麦迪逊立方公园 然后被投到了太空里 终于解决了 小星看了那群小鬼们远去 对周围人的欢呼有些生气 那好歹是我的子民 能稍稍估计一下我的感受吗 人们瞥了他一眼 又开始欢呼起来 发动机也已经修好了 到了分别的时候 还没有好好告别 新不自禁家就被吸了回去 新妈看着小小星 鼓鼓囊囊的衣服 正准备给他换尿布 班德抱过小小星 表示自己来就可以了 原来 衣服里都是班德赢的钱 分给了小小星一点 班德开开心心准备回到未来 新小妹对班德去未来提出了疑问 班德就是时间之门一样的存在 他怎么去未来 班德告诉他不用担心 说完关闭了自己的所有系统 设置了一个一千年之后再醒的闹钟 随即进入到休眠状态 新爸拖了他的好朋友 人进了地下室 大概是察觉到了好朋友的寂寞 新爸拿起了他最心爱的啤酒 从好朋友的头顶喂了他一瓶 班德说话了 谢谢 我的朋友 被投入太空的类小星们 并没有成为太空垃圾而毁灭 反而找到了新的注定 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 外星王后质责的丈夫 关掉大基层 导致了如今这个场面 国王却安慰他 这个很好吃 两个绿色外星人带着酒来参加晚宴 看着从丈夫嘴里爬出来的生物 王后再也不能忍受 哭着跑开了 国王只得让两位新纪人中的女性帮忙安慰 没想到两个绿外星人都过去了 额 我突然觉得 国王的头顶可能更绿一些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我们并不孤独 因为有朋友的存在 就像星爸和班德 相识于未知的时间和地点 相较于生物的了解和灵魂的碰撞 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玩 一起闹 透过班德 星爸了解到了更外面的世界 当星爸遇到危险 班德会为他挺身而出 这就是朋友的意义 正是他们的到来 让我们欣喜世间间有如此与我们相似 却有不同的人 愿你也能找到相吃相伴的朋友 不再孤独一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现在小伙伴 比方点赞评论要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